我们是看到呢 自从明斯克停火协议达成以来呢 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交火事件就一直没有断过 那如今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这个态势变得如此的剑拔弩张 到底是谁在攻火呢 的确呢 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呢 近期是异常的复杂紧张 那么局势有升级这样的一个危险 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 乌克兰东部一直是一个关注的焦点 那么这里面呢 当地生活着很多俄罗斯族人 因此呢在乌克兰东部的一些武装 事实上呢 在和乌克兰政府的关系方面 一直处于一个非常紧张 因此当地这种冲突是一直没有停息 尽管俄罗斯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 那么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卧谈 或者和谈之中 但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根源一直没有解决 而且呢 俄罗斯在这个地区 应该说也是有相当的投入 那么给予了非常大的一个关照 不仅最近一段时间 今年俄罗斯在周边的地区举行军演 而且呢 乌克兰东部的武装 那么和俄罗斯之间 那么也是有一定的联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俄罗斯的动作 那么一直被乌克兰政府 包括北约等国家 那么是进行着指责 那么在这个地方 那么会出现一个局势 短的时间之内有可能升级 这样的一个趋势 毕竟呢 乌克兰政府是想方设法 那么解决乌克兰东部 这样的一个冲突的问题 但现在看呢 解决乌东部冲突的问题 已经超出了乌克兰政府 那么自身的一个能力 那么必须寻求外界的合作 那么之前明斯克协议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文件 但是在这个文件遵守的过程中 那么各方的这种判断 它是不一致的 因此呢 俄罗斯方办是经常指责乌克兰 那么违反这样的一个协议 因此现在看呢 乌东部的这种冲突 恐怕在短的时间之内 很难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办法 尤其是北约不断东扩的情况下 俄罗斯和北约的矛盾 俄罗斯和乌克兰政府的矛盾 也是在加剧 现在呢 乌克兰政府是比较明确的 那么表明要加入到北约之中 这会使乌克兰东部的局势 那么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敏感